一輪第四順位桃園埔園領航員選擇的是 來自國立體育大學陳立生 我們恭喜立生 這邊也請領航員 這邊球團的發言人陳信安 上台來進行合影 我們今天也請陳信安 以及陳立生 兩個姓陳的帥哥 在台上一起留下一個合影 我們雙方可以交換球衣 也象徵立生要進入到領航員的團隊裡面 來開啟他的新人職業賽季 好 我們恭喜來自國立體育大學的陳立生 在今年度第一輪第四順位 獲得領航員的指名 也祝福他在未來的職業賽季當中 可以發光發熱 我們謝謝立生 第一輪 第一順位 今天最後的結果 是來自政治大學的莫巴爺 成為今年的選獸狀元 另外同樣來自政大的李允潔 是今年的選獸榜眼 馬克思是今年的選獸探花 陳立生在第一輪第四順位 獲得領航員的指名 另外第五順位是來自 國立體育大學的張志豪 這些神科技的記憶 那次是皇陟體育大學的 令人職業並行為 第一輪第四順位 謝謝小泰国 這次禁止 同樣來自令人職業的 順位在首輪就選中了你 你對於這個順序本來就在預期了嗎 還是非常驚訝 沒有在預期 有感到非常的驚訝 那來聊一下桃園浦漁航園這支球隊 你對他了解 他們就是比較 也屬於比較年輕的一支球隊 然後也是從可能之前沒有經濟後賽 然後到今年有打到冠亞軍 我覺得他們就是一直在成長一直在進步 然後我很希望我 因為他們是一支很年輕的球隊 我也可以帶著我年輕 然後熱血的心態去加入這個大家庭 速度快 組織能力很強 是許多球評對你的評價 那你自己的部分有沒有希望 在什麼樣的地方 你覺得你自己最大的優勢 然後可以希望幫助這支球隊的 呃就是像剛剛講到的那些 然後可能就是要再把他們 這些優點做到極大化 然後更加的穩定 然後可以幫助到學長們在場上 對 好也期待立生的加入 可以讓桃園領航園的成績 可以越來越好 謝謝立生 謝謝 謝謝